契丹族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以上述到四世纪 十二世纪初辽朝西前到中亚楚河流域史称西辽 十三世纪初亡于蒙古 契丹族的历史记载自四世纪至十三世纪延续九百年之久 这在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中是少有的 辽朝的显著特征是他先后征服了西族人渤海人和今河北山西地区的汉族人 在国境内形成契丹七和其他民族聚居的黄河地区 渤海人的松辽地区和汉人聚居的燕云地区 三个地区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实行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 也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 辽文化由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 因而具有显著的特色 如果从辽文化的内涵来分析 我认为它应属于三个文化系统 第一是契丹族的文化 西族及其他从事渔猎的林族也属于这一文化系统 契丹族系的文化是基于渔猎序幕的经济基础而形成 辽朝建国后虽然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 但并不像金代女真那样被汉文化取代了本族文化 契丹族一直使用本民族的语言 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形容本民族的文字 继建国后创制的契丹大字和小字 契丹人的生活方式也保持着自己的传统 基于生产方式而形成的耐搏制和基于民族 一族部落选举制惯用的礼仪在辽朝长期奉行 契丹族古老的刑法也在建国后继续行用 在物质生产方面 如池名北宋的契丹安 以机关湖代行平为代表的辽词 以著名的辽塔为代表的佛教寺院建筑等等 都显示出契丹文化的特点 在辽文化的构成中 契丹族文化系统应是它的主体之一 第二是突厥系文化 契丹族在辽朝建国以前 曾先后受到突厥和回护的控制与影响 唐武则天时 契丹族起兵反唐时代 随即依附于突厥 此后长期处在唐朝和突厥两大国之间 突厥往后契丹又受到回护的控制 约有一个世纪之久 突厥与回护文化原属于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的文化对契丹族的发展 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契丹族的发展史上 写过重要作用的一里锦制度 可能即来自突厥的奇金制 逾越、达干、梅路等官职 则是直接的源于回护 可以说 辽朝的北面官制 基本上是承携了突厥、回护的制度 又结合契丹族的实际 借鉴汉族的某些制度 经过修改而定立的 辽文化也从其他方面吸取了突厥系的文化 辽王后 耶鲁大师西迁图众 得到突厥系部落的支持 并能在中亚建立起对突厥系部落的统治 这和辽文化中 一直含有突厥系文化成分是有关的 第三是汉族的唐文化 汉族文化对辽文化的重大影响 早已为研究者所注意 但是确切的说应是唐文化的影响 辽朝统治时期 汉族文化与唐文化两个概念含义不尽相同 这是因为影响辽朝的唐文化 不只是来自汉族 也还来自渤海 渤海在松辽地区立国200余年 逐渐吸收唐文化成为自己文化的核心 辽 辽海王后传入辽朝 辽在燕云地区以外的广大汉族处在北宋王朝的统治之下 北宋的文化不同于唐朝而出现了化时代的变革 宋文化已成为当时汉族文化的主体 但是构成辽文化的汉族文化并不是宋文化 而是燕云地区的唐文化 或者说唐文化在北宋统治下的广大汉族地区已经变异 而在辽朝统治地区却仍然沿着原来的轨迹在继续发展 辽朝的政治思想很少受到北宋理学的影响 而是继承唐太宋时期的贞观政要一书中的统治理论 辽朝的南面观治基本上是继承唐治 致使官员的职权限于局部 远不如唐朝显赫 辽代的各个文化领域也不是像北宋那样以理学为核心 而是以佛教为核心 佛教在唐代曾根于极上至唐末而衰落 在辽朝又得到发展 辽代的学术、艺术、建筑以及刁板印刷等 都随着佛教的心上而达到独特的成就 契丹文化、突厥文化和唐文化 共同构成了辽文化 在辽文化的主体中 这三个渊源不同的文化系统 一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删除 一方面又各自保持独立的体系 吸收其他文化以丰富自己 这是辽文化最值得注意的特色 与辽朝约略同时的西夏虽然也受到唐宋文化的深刻影响 但夏文化基本上是以吐蕃文化为核心 又具有党项的特点 吐蕃文化自唐代以来既受到汉族的影响 但已形成自己的完整体系 辽代以后的金代随着女真人的汉化而形成为 以汉文化为主体 带有女真特征的金文化 辽文化与西夏、吐蕃、金文化的形成都不相同 而是三个文化系统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 构成为一个整体 三个文化系统并存并没有哪种文化成为稳定的主体 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演变 大体来说 辽朝建国以前时期 突厥、回忽文化对其他人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辽朝建国后 唐文化逐渐扩展其影响 辽盛宗以后并影响到黄河流域七丹族的故地 耶律大使西迁以后 虽然唐文化也随之西传 但突厥文化又逐渐成为西辽文化的主体